一个成功的男人身上 背后不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 但可以保证的是 她的衣柜里面 肯定有套非常像样出色的西装 在21世纪的今天 一套高级量身定制的西装 已经不再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了 心灵手巧的中国人 正成功地打进高端品牌的时尚拳 在温州龙湾区 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厂房里面 生产者曾让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穿在身上与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APAC峰会上并肩而行的西装 就像很多当年温州的创业者一样 他们从贩卖批发服装开始起家 后来干脆自己创立了公司 做起了品牌 为什么我们都是被动 所以说去批发 然后再去销售 所以是被动 后来去考察了 温州地区有几家知名的品牌 他们是怎么做的 品质那么好 为什么那么声音那么好 去考察以后 我们后来去宁波邀请几个员工 上海的一个师傅 这样子几个员工 一天做八套西服 是这样开始 从八套西服开始 誓言要做出种植不重量的高级西装 1992年 陈氏兄弟三个人 自筹资金五万块钱人民币 在自家的房子里面 办起了服装厂 他们使用意大利进口的面料 德国高级的缝纫线 从细节上开始用心 这个肩 每个人都是这个肩膀会要 会动抬的 人的手臂都是动抬的 所以说西服呢 以前我们做的是电肩很厚 那么现在呢 当今呢 是发展的是越来越 薄 而且又来 你又要把这个冲筋 又要做出来 行要定得住 穿着又舒服 这就是难度最高境界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在获得中国国内 无数个大奖之后 他们对于品质的坚持 终于取得了西装服饰界 龙头企业的青睐 那个意大利的一个 是被销售总定理过来的话 拜访的话 看了我们的这些 掌厅里的这些男子 男士西服的话 觉得很惊讶 我们的产品出来的这种工艺 这种制作的这种工艺水平 以及展示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结构 极肤跟意大利这么接近 他们看了觉得很惊奇 机会始终是给准备好的人 经过意大利设备供应商的牵线 他们与全球顶级的 意大利西装品牌Jenia 携手合作各占一半股份 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品牌 也为彼此创造出更大的市场商机 事实上不断将触角往外延伸 走在时代的浪潮尖端 似乎是温商与生俱来的天性 比如这家 当很多人对于物联网的概念 还很陌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为此真正请住了12年的心血 通过物联网的装置 让身为人民保姆的警察 在执行任务上面能够跟便捷 只需要物联网装置这一点 人们就能够远端遥控门锁点灯 而这还只是物联网技术的牛刀小事 那么在物联网总体 我们现在在温州 以及在全国各地几个部门 现在在积极推广的 以城市为一个基础 像地级市 温州我们是一个县市区 建立自己的基础网站 基础基站 然后对于这个城市的公共安全领域 以及民生领域 提供一些系列的产品解决方案 以及产品 以及服务 这是基于对物联网前景的看好 他们每年投入至少1000多万人民币 积极地与地方政府公安局合作 建立起一个智慧城市 物联网从95年 比尔盖茨提出来 最早提出来物联网概念 英文名就是Internet Oversense 就是物体通过物联网进行对接 它将来会延伸到我们每个家庭 现在我们的智能家居 智慧冰箱 智慧洗衣机都在陆陆续续地进入每个人的家庭 最后你包括我们现在的穿戴 就会进到每个人的变成每个人的一部分 发现并把握商机 温州商人对市场的敏锐 总能使其在商机把握上先行一步 好比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概念的时候 又是温州商人抢先看见了未来市场的重要性 在80年代末在大陆的上海爆发了一个架缸大爆发 架缸大爆发的根源是比如说海鲜 不结海鲜造成的 当最终造成它大面子的闯服的话 其实当时一流器械都重复使用的 然后一个病人一窗十窗白就造成了大爆发 从危机中看到商机 以一次性注射针筒为主要的开发产品 因为起不得早 如今他们不但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份额 占到了22% 产品也外销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占据了5.7%的全球市场份额 在发现和制造商机上 精明的温商有着自己独特的甜分 从危机中发掘生机 站在针尖上舞出最美的绚烂 温州十四大进行 发源地 所以跟台湾的中销企业的体制机制 非常吻合 气候度很高 第二温州是国家金融中俄改革示范区 如果让民营资本投入到各个领域来 我们也有制度的创新和优势 我想接下来在制度机制上 这是温州对台合成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曾经陷入资金困境而引发全中国大陆关注的温州 这几年来努力实施金融改革 期盼民间借贷能够阳光化 而台湾完善的金融体制 就成了他们参考的借境 温州实际上是可以提供什么 温州不缺资本 温州民间资本很丰厚 但它有民间借贷 那我们需要解决的来给它民间借贷的规范化 这就是我们精改的一个方法 制定游戏规则 确保建了一个信用体系 近年来台湾在资金 技术 服务方面的发展不但扩大 温州的金融发展正好可以互相取长不断 建立的商业交流的网络 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 它会阻碍这个企业家群体 想新的产业去发展 两岸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 试图研讨出一个可以让双方创新合作 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 能不能以海西特区的特殊政策的方式 就在这里让台资银行过来做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融资和贷款 台湾的中小企业要过来 银行支撑一定要过来 因为它跟大企业不一样 它自我财务调度的能力真的不行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过来的话 那又是空中楼阁 要能够让台湾的中小企业 无后顾之忧的冲锋陷阵 后方的资金支援 绝对是成败的主因 而这也让不少的台资银行看到了商机 根据统计 从1991年到2014年 到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中小企业 已经高达了9万多家 近年来更偏重于文化产业和休闲农业 来自嘉义的陈明贤 看准了现在中国大陆的休闲农业正起步 早就磨到祸祸 准备要透过两岸的交流平台 把台湾成熟的休闲农业概念 推广到温州 比如说怎么去教他们做 所谓的无赌农业 有机农业 还有所谓的生物黄制化这一部分 还有所谓的观光产业 它怎么的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做产品性的规划 台湾的休闲农业起步早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显得月正成熟 特别是将农业结合观光 搭配完整的上下游配套机制 巧妙地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产业链 把这个农业重要职业 跟观光旅游都结合在一起 它产业已经是 一二三产六次产业了 已经不是一个纯农业的 所以这个完全突破了原来对农业的 一产的定位 其实项目是一个 但更重要的是理念 对我们温州农民的影响更大 所以现在我们提前农家乐 农家乐其实也就是打造农业农庄一样的 把我们的农业重要职业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 缤纷多彩的莲花 优雅脱俗 为炎炎夏日带来一股清凉气息 在这占地200多亩的莲晴谷里 有多达50种以上的莲花品种 除了供游客驻足欣赏之外 还是夏天最好的养颜美容盛品 从休闲旅游到健康养生 一条围绕着莲花的产业链鱼而生 而这幕后的推手就是他 陈陈胜 大家都知道明以死为天 国以莲为榜 那如果是我们联请把这个产业 能够真正做好的话 通过我们的莲花特殊的品种培育 把这个我们内地整个洋海城市 这些盐检地围肯出来的 通过莲花来种植喜羊以后 能够种植这个粮食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那也是一个社会效益非常大的一块 这才是我们真正联请 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在内蒙古待了20多年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他 曾因为让沙漠之地 开出了圣洁的莲花 在当地造成不少轰动 在楼盘大卖的同时 也让他萌生了挖掘莲花商机的念头 在我们温州地区来讲 像这样子一个农业园区里面 集聚全世界各国的莲花品种 还是独一的 而且呢我们的口号是 年轻文化 温州农业新文化 希望就是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 莲花的传统文化知识 把它挖掘出来 同时呢也把这些知识 传授给社会的各个层次 莲情谷以莲传情 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感受着莲文化的内涵 而这也正是近几年 温州发展旅游的新方向 旅游发展呢 我们目前啊 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来推 那么过去我们提倡的是 自然风光的旅游 那么最近几年呢 我们慢慢转过来 结合生活 结合人文的一个旅游 比如说我们打造都市休闲旅游 一日游 结合我们这个商圈 每年的6月到9月 正是马鞭草盛放的季节 紫色的马鞭草 花海浪漫而迷人 荷兰风车的映衬 更充满了异国清调 但这里可不只是一般的花园 我们这个园区呢 就是在龙湾地区是 我们在浙江区域 是最大的一个农业园 我们占地面积1518亩地 游客进来我们主要就是一个什么 就可以赏到花 同时呢也能学到很多的 现代农业的一些知识 可以欣赏到很多的奇花异果 然后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蔬果 它都是一些光赏型的蔬果 目前正如火如荼新建的项目里面 将会有空中农业 无土栽培等等一系列的现代农耕技术 在作为示范生产区的同时 主要的目的还是期望 能够带动周边的农业和旅游经济 就好比温州产的好茶 也需要配套平台来推广 2015年6月 刚开幕的温州茶城 汇聚了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茶叶批发商 也包括了专门从广东佛山过来 经营台湾茶的经销商 佛山的话就是因为它做起来的话 我们已经做久了 就是有相对一定的客户 我们也想发展一些其他的地方 看说市场能不能更大一点 是这么想的 然后温州这边一个茶城新开 我们也感觉是说 路途这个茶城应该是有市场 有商机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想说把那个店在做的大一点 就这样的感觉 看准这里的消费人潮早在温州茶城招商的初期 就前来卡位了 品杯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除此之外 还多元结合了目前温州最大的文化商品批发市场 开始呢 开始呢只有卖文具啊之类的 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体量比较大 这个要容纳了好多这个文化的元素 所以呢 慢慢发展呢 有古玩啊 字画啊 美术培训啊 还有这个飞鱼展示啊 这些都融合进去了 这样的一方面呢 就是把商业和旅游和展示都结合在一起 是这个文化市场呢 更加繁荣 围绕着文化的概念发展 除了饮用的茶文化 消费的礼品文具 收藏的古玩字画 就连弥族珍贵的飞翼博物馆都在这里设点 让旅人来就能一站式地逛到底 我们温州呢 以前有一个中原南迁的这么一个文化 就中原那边的文化流入进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少数民族 像奢族啊 像海洋文化啊 像这些东西比较多 这些都结合在一起以后呢 就变成我们温州独具特色的 这么一些飞翼项目 还有一些传统活动这样子 经过温州历代人民的创造 多元且丰富的历史遗存 让温州的特色更多彩绚丽 温州龙湾地处欧江入海口 这里浓于富饶 是典型的鱼米之乡 自然也就成为倭寇主要的活动区位 根据统计 自1553年到1563年 短短11年之间 温州遭到倭寇袭击28次之多 为了保家卫国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王室族人 兴建抗卧城堡 奋起抵抗 万海楼炸在这里当时是主战场 屋口人多 结果公共来公到这个 我们万海楼外边的城门 摆不进手 结果用辅销 辅销把这个城门削掉 削掉了我们下面的石头 还削掉了 现在还留在 但是他们兄们一找到的营运里 我们里面还有一道城门 结果我们城门上 城阳上面的 就是那个石头啊 东西啊 都戴着下来 把屋寇的全部分 消灭在这个洞城当中 在居民的同仇敌凯之下 民家境末年 东南沿海窝寇终于被苏清 王室宗族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宁静 在永昌堡内繁衍生习 陆续新建了许多重要的建筑 这座比永昌堡建成还要早16年的 王室宗祠占地十三多亩 被王室的后裔利用起来 向旅人讲述着这里 先民们曾经抗窝主堡的辉煌历史 而永昌堡除了抗窝事迹显赫之外 这里也走出了十三位近视 目前保留最完整的其中一间古宅院 就是明世宗嘉境时的近视王真所有 当时明代有规定的 如果你没有住了公民 没有住了官 你这个房子上建筑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怕是他做了大理事小青 当时明代是二品官 这座三境期间 木构宅地市建筑 是浙南传统的官宅建筑 屋顶的四只鸡 是只有做官的才有资格雕上的 充分展现了当时王真在地方上的地位与能力 而事实上 这些建筑的设计 用料 结构 比例 等方方面面的要求 早在北宋年间 就已经颁布一部官方的营造法式 完整制定了各种建筑的设计规范 包括了佛塔 位于大罗山东路的国安四千佛塔 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座 按照营造法式规格建造而成的塔 我们说北宋以后基本上都是圆柱啊 或者方柱啊 像是瓜棱柱呢 它有一个树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要求 就是上下要有树腰啊 有卷杀之类的 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 这个就反映不出来了 就没有这方面的反映 宋塔一改唐朝 以方形为主的平面格局 以六边形和八边形居多 而塔身上的雕刻 更是体现了宋代的艺术风格 在我们这个蓄密座上来 就是从上方跟下方 上面我们就有这个水浪 水浪就是我们说是九山八海 那么代表了这个宝山和水浪 九山八海纹 在宋代已经成为石雕的固定素材 细细观赏雕刻出的水波纹 波涛汹涌 仿佛这塔就是从海中长出一般 然后呢就是我们是上销跟下销 那么又雕了这个两连跟副连 然后在上销跟下销 中间这个树腰上 变雕了丝寿 这个丝寿的雕法呢 也跟那个宋代仁造法式很融合 这种雕法同样属于浮雕的一种 但是把图案之外的部分剃掉 使得整个图更明显的凸显了出来 展现了当时匠师们高超的石雕记忆 国安寺千佛塔在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侵蚀 地震战火至今仍保存完好 除其塔基牢固 结构严谨之外 历代不断维修 也是使其能继续保存延续下来的重要因素 为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